今天是228三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许多民众一早就趁着好天气出游 高宫局预估国道车流将会破240万辆次 不过气象局提醒好天气只会为止两天 礼拜六晚上全台天气就会转为湿冷 228年假今天开始 气象局表示未来三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民众也纷纷走出户外 享受着难得的假期时光 年假带动出游潮 高宫局预估国道车辆将会破240万辆次 而南部饭店住房率也比去年增加一成 就连百货业也预估业绩将成长一到三成 许多民众席家带卷出游 难得好天气怎么可以还待在家里 去日本 日本啊 对 那情况是跟家人 很会去宜然走一走 对 所以是已经之前就已经规划 规划好了对 大概会去几天呢 一天这样 是喔 对对对 就能从哪边上来的啊 从马祖过来 从马祖过来的啊 对啊对啊 可能会去平溪县那边看看 平溪县是吗 像猴童或是像石分瀑布这些地方 不过气象局提醒 好天气只会维持到周六 周六晚上东北季风和封面南下 全台都将转为湿冷的天气形态 一直要到周一才会趋缓 新唐人亚特电视 胡宗翰张玉华 台湾台北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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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